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是一些很平凡的材料 但煮出来有特别的风味 煎货的东西 做得好就是天下美味了 射雕英雄煮黄蓉 原来他还可以煮一手好菜 所有武林高手 像红七公那样 都被黄蓉的好菜吸引着 金蓉先生说黄蓉做了很多道菜式 这次师傅带我来江南 找一种江南的味道 这个黄蓉燕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我们的随意都是一种功夫 这一档早餐我们吃了几天了 很好吃的 有豆浆 豆腐露 豆腐露应该是豆腐花 还有很多中文的烧饼 我现在过去叫 一个这个 这个甜 一个咸 我有一两颗的蟹椰蛋 我这个是江菜面 让你看看这个是这里 这里才有的梅菜干菜饼 你看看 放了这个 吃了 还有帮你选择了咸豆浆 对 咸豆浆 有没有鸡蛋 茶叶豆腐吃吗 有 鸡蛋有两个 这个鸡蛋我们昨天早上吃 我吃了几个 鸡蛋不是白色 加入茶叶香的味道 够胆加盐 放进去 鸡蛋里面有些汁 对 是不是 这个是棕油饼 这个棕油饼很好吃 松化 很松化 多点葱还好吃 师傅 你干什么 这两条都是豆腐 你对我以为做两个打狗笋 对吗 因为可能他以为我们是饿 我以为为什么 我目明没有点香腸 你给了两条腸 我吃过梅鱼干菜饼 是不是你吃过的 你有咬过的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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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过给师傅吃 没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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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梅干菜饼是江南一带 平民百姓的 morning 很好吃的早餐 在奴里敲到去烧 里面的梅干菜很香 很香 但他们的口味是比较甜 吃一点先吃 吃下去 很香 拿鸡蛋很香 对粉的味道 你怎么吃 您怎么吃这个 对吗 我们等一下上车去其他地方 好 冷不冷 這個挺有趣 冷了,開口,把他拔出來 大熱 冷了,聽到嗎 這次高師傅在杭州 會跟一位高人在西湖附近的山外山 比試黃蓉健 所以師傅先來現場試刺 另外也會在這裡嘗嘗傳統的杭州名菜 師傅,你看 金龍先生也來過這裡 對 幸好有佳牛 山外青山更有山 今天得品魚醇湯 這裡的魚醇湯當然很聞名 方知漢聖,山外山 丁核秋日,金龍 真的 你們兩個英雄一起來這裡 不過要同時間… 金龍來到這裡寫字 高師傅來到這裡試菜 對 Money,整桌都是韓邦菜 正宗的菜 很多道菜,數不到 豐富了 我們先吃甚麼 韓邦菜一定要先吃冷盤 我真的吃冷盤 他們的涼菜 韓邦菜傳統都是這麼多小食 魚,青瓜,魚乾,草魚乾 還有醬鴨,好吃的 我這邊有鹹雞 豬肚,金針菇,真是冷的 有些鹽菜,很好吃 我們別多說了 我先嘗嘗爽菜 我還沒吃,你就先吃吧 先夾了 有香 你聽到聲音嗎? 很濃,很濃 爽的聲音 很好吃 有些醬油浸泡 比較淺一點 但是這是這裡的特色 這個很好吃 它搓得像在吃薯片 很脆 配的薯片 對 這個是涼盤的燕菜 但變得很碎 很重的芝麻油味 這邊很注重芝麻油 這個叫香油 這個是鴨 這個又要試了 這個是正宗的老鴨 這個老鴨的鴨肉很好吃 它不硬, 一咬下去就斷了 這個金蓉先生問很棒的魚頭湯 它有什麼叫魚唇呢? 我先以為我們香港廣東的 一塊塊魚刺的筍腸 原來不是 是甚麼? 我們廣東叫魚嘴的 一個罐頭魚的嘴, 筍腸和骨 先給我們 好 是兩塊畜生 你吃了就差不多了 好, 兩大吧 這個菜最重要是嘗嘗湯 嘗嘗了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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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 這個魚丸真的很有趣 魚丸很滑 對, 好像燉奶那樣 入口即溶 像豆腐 好喝 這個湯 好喝 真棒 下次帶點朋友來嘗嘗 這個這麼大又是什麼? 最大是這個 這個是魚王湯 多了很多東西 有魚丸 火腿 有蝦 有竹生 有很多種 這個就是… 連上頭 不光是魚唇 是嗎? 連上頭在一起 半邊 這麼多材料 對, 很多材料 聽到很多材料 有八種材料 八種材料 對 好喝 這個味道 跟魚唇湯不同 魚唇湯很濃烈 有魚味 這個魚頭黃湯 它侵襲了 有些火腿味 有些甘甘鹹鹹的火腿味 看看你喜歡哪個湯 好喝 我比較喜歡這個 這個又是什麼 這個三鮮燜水群 我很害怕那些 滋陰養顏 對 那好吧, 我就吃一個 這是新鮮水魚 所謂的三鮮 筍鮮 火腿 蝦仁 這些人很香滑 但我覺得稍微鹹了一點 因為吃這些 味道比較入味 比較濃 比較好 所以吃鮮魚 吃鮮魚的裙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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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鮮魚鮮魚鮮 你說很招職 對嗎 我覺得這個碗很漂亮 這是宋嫂魚羹 魚羹裡面有魚麵 魚鮮 不在乳鮮魚鮮 正好是有筍筍 冬菇絲 用魚湯加醋 酸酸的 對吧 你看 那些冬菇絲薄得 你感覺不到 是嗎 對, 像蛋白 有些魚條 到底加上醋 是否更好吃 夠了… 這個不太好 本身有醋 本身已經有一點 好少, 非常滿意 你吃飽了嗎? 我吃飽了 乾杯 我們兩個先喝 好 別走, 你走這麼快做甚麼 師傅還沒走, 是不是? 師傅, 今天來帶你來江南 這個浙江真是賣葉菜的地方 這是葉菜專家 是嗎? 別騙你, 是不是? 你看, 全部都是一盤的葉菜 進來有一大股葉的味道 甚麼都有, 黃白仔 黃瓜仔 我最喜歡吃的, 葉蒜頭 是甚麼味道? 一層蒜頭的味道, 別撕皮 用嘴咬它, 鹹仔有金蒜的味道 好吃… 你看看, 黑蒜蒜, 這是甚麼? 大菜頭, 快一快 切成一塊塊 這是大師傅的蒜頭 切成一塊塊, 如果你不聽話 這個本來是綠色很新鮮 醃成這個顏色嗎? 是菜頭, 我試試試看 我們試試看 不是很鹹, 凍粥一流 這些是蘿蔔, 一隻小蘿蔔 很小, 很可愛 這些是螺絲菜 好像一條蟲 好像小蟲 很像小蟲 你趕快吃一下 我先吃一粒 先吃一粒 好像有點藥味 師傅找到萬眾期待的東西 就在這裡發現了 師傅經常說梅干菜 我在杭州時 經常吃這些菜來燉豬肉 澀江的第一菜 先買幾盒 沒有嗎? 買了幾盒 還有嗎?夠了… 夠了… 夠了嗎? 這裡有很多 你給錢, 兄弟給錢 謝謝, 他送東西 他送給我們, 看看 牛大哥 太好了 謝謝 我給了錢 我給了錢嗎? 他送給你 好, 那我們走吧 原來這次要跟高師傅 比試黃蓉燕的廚藝大師 就是這位方安輝大師 他是廣西人 在廣州長大和學習廚藝 曾任廣州、深圳、北京 杭州等地的著名餐飲名店的主廚 和行政總廚 這次他將會以三道射雕英雄傳的 黃蓉燕來挑戰高師傅 大家真的要拭目以待 面對黃蓉燕的挑戰 高師傅信心十足 因為他知道來到海嶺這裡 他可以找到一把 令他涉伏對手的入廚寶刀 終於來到前塘崗旁邊的鹽觀古城了 我們來這裡就是最有名的海嶺三把刀 幫師傅拿刀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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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是磁石糕 是磁石糕 是,這是什麼 這是磁石糕 挺好的 對,很好吃 我們小時候 爸爸回來買雲片糕 還有豬油膏 沒有磁石糕 蓉兒 有雲片糕 就說就有 我現在看到了 我現在看到了 小朋友經常吃的 這些很多人… 我也吃雲片糕 很多人都不懂 這些雲片糕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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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嘗 它是粉的 粉起來 裡面有點甜的 甜甜的味道 它好像有淮山味 它是雲片糕 這雲片糕有什麼做的? 是 用糯米糖做的 原來是有益正氣的 雲片糕 我聞到它的味道 又看到臭豆腐了 很快 很快 浮起來就行了 浮起來 讓它的表皮脆 就行了 你在香港吃臭豆腐 是 你也要吃到脆 硬的 咬下去脆硬的 裡面才有削的豆腐味 是嗎 剛炸起的時候就最好 對… 真的很臭 師傅,煮給你吃 好 很容易的 師傅 怎麼樣 臭的 臭豆腐當然是臭的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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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 是不是很臭 真的很臭… 導演,別笑 真的很臭 我給你吃 師傅,很臭 師傅,很臭 我說不到話了 再見 很臭 是濃郁的 香港的比較好吃 香港的一咬下去 皮脆菜 一咬下去 裡面的滑的豆腐多 這裡滑的薄 這樣滑的豆腐少 對吧 我很興奮,因為我想買幾百刀 非常熱 很熱 我買來旁邊 看看 到了,周信聖 這裡就是海苓三把刀 看看 這把…這把刀做什麼 知道嗎 這把刀是來砍豬肉的 砍豬肉 豬肉在砍板上 在大刀切成 要這樣拉來切 這個呢 這個呢 叫骨刀 這把刀 比較厚 用來斬雞 斬鴨 這些東西 這把呢 這把片刀這麼小 這叫三號片刀 是吧 有封號碼嗎 有大號、二號、三號 是薄一點的 用來拉絲、鐵丁、片鮑魚 每一種刀是一種用途 好,我們進去看看 這裡後面 海苓三把刀的始創人 是 周富亨先生 是清朝時的 一直都有 百年歷史 就是從清朝開始做刀 對… 周富亨先生是第二代 第一代是周信興 簡刀不是亂的 最重要是 你對這把刀 有沒有緣分 你喜不喜歡 如果你喜歡它 你摸下去 握下去 手好像很順 你不要按下去 貼著它來刮 如果有鋼水的刀 鋒利的刀 刮刮刮 像刮鬍子一樣 對… 刮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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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把刀就好 就好 不用選擇 好 謝謝,我要了 三把刀 我們快要去 我快要去老朋友 扔了一把刀 不是 我們拿刀 拿刀 海陵三把刀 自名四方 有份在百年間打造這個寶刀傳奇的 就是這位周家第五代傳人 周奇珍師賊 他堪稱是廚壇的肝脹莫邪 為無數大師級的廚師 製造出夢想之道 我約了一個老朋友 就在這裡拿刀了 就是 老闆 快進去吧 好 整刀的地方 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火 在燒烤 在燒烤 不知道會很熱 現在這麼想要我流汗 希望我燒快樂 不然就快走吧 Money,小心 黑黑在這裡 知道,師傅 這是打刀工場 我老朋友 周先生,你好 肯定很聰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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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打刀是傳統古老的 真是 好像在爐上燒了 拿刀出來打的 這裡不是什麼大工廠現代化的 這裡是傳統的打刀法 我們看看周老先生怎麼打 EB說手工藝 說功力 力度打下去的雲巡 很重要 鋼是甚麼方法 這個是複合鋼 是複合鋼 是複合鋼 那些鋼呢 是從哪裡來的 還是我們用這個材料公司進 材料公司 是 因為以後呢 我們自己做 古時呢 那些鋼條啊 那些鋼呢 就融到它一條條 好像這樣拉出來 打了 現在他們說不是的了 他們有複合鋼片 整塊離了 剪開它 這樣來燒的了 那你打那個刀 是有甚麼技巧要注意的 這個刀 這個刀是有關心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那些鋼筋的刀 拿了多少 那個是鬼 那些什麼 屁中的一切 不怕天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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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不可以解釋給我聽 就是我爸爸 我爸爸說 因為這個是手工的 下料是做的 下料是做的 然後技巧上就是在勒處理上 就是在勒處理的時候 這把刀勒處理到甚麼程度 就是這把刀的硬度 現在的刀原來是這樣的 要處理 就是融鋼的時候 就是鐵在中間 鋼在面上 在劫的時候 鋼鐵是用多少漂亮的 鋼水 放多少鋼 就決定這把刀 是否漂亮 最後就是你打刀的時候 剛才周老師所說的 要均勻 所以做到一把這麼漂亮的刀 是不是 要很多年金劍才行 當然 難道你可以嗎 我當然不行 師傅也不可以 師傅 拿刀切就不懂得打刀 我們一定會拿幾把刀回來 好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我們現在來到金華了 在金華最有名的是 金華火腿 這裡就是其中一間 最大型的火腿廠 我們在等黃總 黃總還未出來 師傅… 師傅你過來 沒事 很熱 你看 你先出來 師傅 不知道在玩什麼 玩到燒烤沒有電 連燒也不能玩 我和你四處吃東西 不用剃燒的 浪費電 怎麼沒有電 觀眾你好 你好 你好 我們常常參觀你的火腿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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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 我往這邊走 我會帶你去菜 謝謝 謝謝 請 請 這裡聞到火腿香味 師傅 怎麼用來 金華的火腿這麼有名 金華的火腿 第一 陽光好 你來到金華是不是比較熱 你拉我下車 我剛才也不想下 對吧 紫外線比較好 第二 金華的豬是兩種豬 兩頭烏的豬 最適合做火腿的 聽到兩頭烏豬要紮腳 兩頭烏豬 它是豬種 兩頭烏的頭 兩頭烏 黑色 這裡是黑色 這裡是白色 肚子 這裡是白色 皮皮 皮皮 黑色 皮皮是黑色的 是兩頭烏 還有問題 為什麼要紮腳 豬 皮皮要肥 火腿要肥 要大塊肉 你想不想 我不想 紮腳 師傅回來 每天要紮腳 練功 等你們 火腿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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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鍾治師傅 割一塊出來 我們喝酒 高師傅特別來到浙江金華市 最有名的金華火腿廠 你要在一萬隻金華火腿當中 找出最好的一隻陳腿 用它來應付明日之戰 我發現新大陸 發現有寶床 為什麼 這裡有這麼多火腿 你看 你說哪些漂亮 你看 不懂得看 這些是廚 傻子 不是大隻漂亮 這些才漂亮 你看 這些… 不要看不起它 屎屎屎 這些就是陳腿 你看 簡直很香 你看 陳腿是最漂亮的 陳腿 起碼有三年時間的火腿 你看那些很肥的 是新腿 那些是黑色的 你慢慢在這裡醃製放 那些水分就流失了 就變得這麼瘦 這麼多火腿 就有震震香味 真的有很多 很香 但如果你們去買火腿 就沒有這樣的陣容 給你們看 一隻一隻 最多買一隻 對吧 這樣知道火腿好不好 最好呢 內行的食物 選火腿 就叫做三枝香 選擇 這些很多隨司 買版本都不懂 什麼叫三枝香 對吧 那什麼叫三枝香 我叫廠長拿出來 拿東西來 你別以為是第一枝香 這些不是香 這些是竹 對 很韌的 內行人選火腿 分三枝香 第一枝香 我們搓一搓 搓一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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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聞一搓 這裡很香 第二枝香 搓哪裡 就在這裡搓 就是在中間位置 對,中間位置 我們搓一搓 讓它絕了香味 這個也很香 對 第三枝香 就是在這個位置 上、中、下 搓勻 搓一搓 對 這枝很香 蓉兒 對嗎 這些叫內行人選火隊的三枝香 對嗎 你試試吧 好 可以找另一個位置 很難 你也沒力氣 那你的功力去哪裡 起… 第一枝香 就叫斷香 這個不太容易頭… 不太容易頭 黃蓉兒 那怎麼辦 黃蓉兒 有一個辦法可以補救 師傅給你一枝香 你想想補救 想要怎樣 在大腿上自己插一下 對 很痛 再第二枝,後面 這個你以為真的要玩嗎 要講功力 你以為是黃蓉兒 黃蓉兒 黃蓉兒 隨便按鈕 要轉 用力 按鈕 轉 插下去,找些軟的地方 找些軟的地方 這樣插,轉 看到嗎 看到 如果你這樣刺下去 當然不夠火腿硬 知道嗎 可以 聽嗎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學到東西 蓉兒 蓉兒 你真是看到真正的金華火腿 是 我們稍後拿著火腿 去準備這個黃蓉燕 好 師父 是的 煙雨樓在哪兒 煙雨樓 我們現在都不知道在哪兒 但是來到煙雨樓的地方 我們要去找找找 這裡有最鮮樓 又有剛才那個… 望湖 望湖樓 望湖樓 我看到有個煙雨樓四號 但是是一艘船 煙雨樓四號 這裡可能載我們去煙雨樓 不是 那我們去煙雨樓四號 去煙雨樓的話 有看射鵰的就一定知道 書中各派高手 進行年番大戰的煙雨樓 就是建在南湖的湖中之地 煙雨樓是否有茶樓 煙雨樓當然是一座樓 為甚麼煙雨樓 知道嗎 不知道 師父告訴你 煙雨樓是現在這麼晚的太陽之後 突然下了一場白狀雨 馬上那些樹木 那些地方煙雨樓都起了 那些煙就像氣一樣 就好像還流了 有很多煙在旁邊這樣放氣 一冷一熱一會 慢慢飄上來 那就看到煙雨樓 到了煙雨樓 但是這裡寫著清輝堂 這個門口就是清輝堂 你看看煙雨樓 對 煙雨樓在旁邊 就是這裡 清輝堂是煙雨樓的門口 對 很多牌都寫煙雨樓 好 好 我們去煙雨樓 南湖煙雨樓 實在是一個如是如畫的名聖古蹟 但是對於高師傅來說 煙雨樓的背後 有另一番與別不同的吸引力 為甚麼 原來南湖盛產一種非常爽甜的食材 凡你愛入廚的人一來到 難免要搜購這種明文八方的土產 高師傅當然是不會例外 這裡是南湖的青檸 這些檸其實有很多種顏色 有紅色的檸, 紅檸, 青檸 還有黑檸, 是不是 為甚麼是不同顏色, 是不同品種 是不同的 當然是不同品種 顏色也不同 靸在這裡是水生的根部植物 我真的在水裡生的根部植物 像蓮藕一樣 像馬蹄、磁菇一樣 在水下面的 但不是很深 我想起這個檸檬 就想到一個好菜 師傅教你做 做了給我吃 我只是喝酒 平時吃檸檬 都是中秋節煮了 還有甚麼煮法 這樣就很多了 有否酒喝 好 好 彩靈就是這樣了 因為牠的掌在前面爬 對嗎 因為牠的重心坐在前面 但你後面… 那個盤子後面就翹起來 對… 大叔, 進去了 進去了 對… 整棵拔上來 對 那是否青檸、紅檸、黑檸 都可以在這裡找到 在南湖這裡多數是青檸 為甚麼 牠的品種很漂亮 就是青檸最多 對 很多… 你看… 我們可以按一下嗎 哇… 這是新鮮的青檸 這些… 插牠都不怕 因為牠沒有角 對 我這個就是牠的根 就是牠撕掉出來 謝謝… 來… 可以吃嗎 這樣可以吃嗎 可以吃嗎 好吃 拿… 很脆 一撕就撕出來了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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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爽甜的 吃起來像馬蹄一樣 我還沒撕到 好棒 好吃嗎 好吃 好吃 真的好吃 買了最好的刀鋼食材 高師傅對明天的挑戰已經充滿信心 一刻興致勃勃的他 決定要帶敏尼尋房附近的百姓家 品嘗杭州著名很有住家感覺的農家菜 快走吧 師傅 你怎麼說帶我來吃好東西 你怎麼來了這條村 這條村裡有好東西 我叫子敬 約了這裡的農家菜 吃一個平民百姓的菜 就像你回家吃媽媽煮飯那樣 你知道, 浙江的菜和廣東菜不同 就是煮飯了嗎 聞到香味了 對, 快走吧 快點…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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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香味, 聞到已經很香 你又有口風了 看這裡的老鄉, 各位在這裡歡迎我們 做一餐好菜給我們吃 蝦梅干菜… 美甘妻, 聞到了 美甘菜的豬肉 美甘菜豬肉的香味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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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拌很多碗飯 我們坐在這裡, 看看 這些 看黃飛鴻, 黃飛鴻師傅 有一個絕技 就是武小燈 你看看 以前看電影經常都有 對, 這次你做一次過來看 對…我只是亂來 對, 拿著女兒 我買了一碗葡萄酒 看這個就是他們自己釀的葡萄酒 很有酒味 用這碗芯 又不是很甜 剛才冬天黃飛鴻師傅 喝了 這個很好喝 好… 這個就是我經常介紹的 經常想吃的梅干菜 這些就是農村的做法 就是這麼簡單一點的 快點來… 是呀 最喜歡吃的梅干菜 有香糖嗎 我們這裡喜歡吃糖的 吃糖的 我們這裡… 這片地方的人喜歡吃糖 吃糖 我在早上去吃飯 很早就帶了一個伴侶 每天都吃了美甘菜 燉豬肉 好燙 好燙 這是什麼鱸, 師傅 這是石鱸 也挺漂亮的 有色水有色 這裡叫做螺絲 就是螺絲 實際我們叫石鱸 江蘇、泰湖、楊晴 他們都叫螺絲 他們叫 石鱸仔 我們吃這些炒石鱸 在廣東通常蒜頭、豆豉、紫蘇熱 這樣炒 炒了它, 我們不是馬上吃的 要浸它兩、三個小時 才讓它入味 入味了 然後再翻炒 真是好吃到不得了 真是入味 你懂得吃螺絲嗎 不懂 它是絕的, 絕田鱸 用嘴絕的 絕的出來嗎 師傅教你嗎 一吸氣就行了 行了 行了嗎 吃得了嗎 吃得了, 很開心 來, 辣椒 好 吃得了 你看, 真是名副其實的家庭菜 知道嗎 女兒, 媽媽煮飯了 你回來吃飯了 你感覺好嗎 但家裡很少炒到這麼大鍋氣 對嗎 家裡的爐, 火不夠勁, 對嗎 對, 燒煤爐 你看 香港人煮的豬辣 香港人就吃了一碗豬辣 吃了豬辣 厲害了, 年輕人和意 吃得了 現在他們還在煮其他很多美食 還有很多菜 我過去幫你解一下 來 好, 膠白筍炒蠔酒 膠白筍炒蠔酒, 是不是 很大火 好, 我給你放回去等吃 來, 交給你… 來… 蓉兒, 在你眼前又多了三碟 這個紅燒雞腳 來, 師傅夾著給你吃 好, 謝謝師傅 知道你喜歡吃的, 試試雞腳 這個雞腳挺好吃 師傅, 這一味又是什麼 這味是烤鴨, 就是我們的燒鴨 試試看 好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煙草 煙草 煙草… 他們的刀不漂亮了 對, 一拖四件 關於拖刀, 斬華陽, 對吧 一拖四件 沒賣好刀就會斬成這樣 沒賣好刀了 所以我說做好食物 除了炒得好吃 這些物料你還要把刀 如果這樣吃下去 好像不太過癮 但是挺好吃的 煙草是什麼樣的? 這是我們的特產 是嗎? 這是我們的特產 中間什麼東西給我看看 上面是肉皮 中間是魚丸一樣的東西 裡面是魚肉 有些蔥之類的 蔥菜之類的爽爽的東西 製造成一個球 他們叫做燕球 沒有燕科石, 就用豬皮來做 切了就當作燕球, 是不是嗎? 吃農家菜 你不要期望它 好像上酒樓一樣 很好吃, 好吃 你吃到一種感覺 好像回到家裡一樣, 是嗎? 清淡淡淡淡, 吃一頓便飯 這樣, 知道嗎? 好像你媽媽煮給你吃的 知道 吃多一點 好 女兒 讓我先喝啤酒 開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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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師傅會去山外山道煮黃蓉煙 我知道他會煮玉笛誰家聽樂煤 二十四橋明月夜 還有一道碎寒三友 金融先生在社群英雄傳中 說過二十四橋明月夜 和玉笛誰家聽樂煤 會用甚麼材料煮 但碎寒三友, 一種字也沒提過 不知道師傅會用甚麼材料煮 我也很期待 再次介紹今天出席黃蓉煙比試的兩位高手 高榮申師傅 訪安輝師傅 他們會分別煮出 蛇雕英雄煮裡面的三道黃蓉菜 高師傅, 入廚超過五十年 香港十大名廚 中國烹飪大師、粵菜大師、懷舊菜掌門人 而方師傅就曾任各地食肆著名主廚 擅長煮包心刺吐 高師傅, 會名廚 今天要煮的是 黃蓉煙 先看黃蓉煙菜譜 高師傅和方師傅都會以創新方式煮出 玉笛誰家聽樂煤和雖寒三友 高師傅就會自選煮出 廿四橋明月爺 方師傅會自選煮出 芬田雞腿 星星開始 材料方面 高師傅會用祝生 來做玉笛誰家聽樂煤的玉笛 他的演繹方式 明顯與方師傅有很大分別 至於他特別在金華火腿廠買回來的金華火腿 就會成為二十四橋明月夜的主要材料 當中的金華火腿汁 更加會成為整道菜畫龍點睛的關鍵食材 至於方安徽師傅的材料 包括當地特產龍井茶葉 用法是怎樣, 待會兒看過你就知道 至於碎寒三友 分別以多寶魚、甲子和鹿肉 來做三友的材料 而玉笛誰家聽樂煤的玉笛 方師傅就選擇了茄子 和高師傅的畜生絕對各有千秋 出來的後果有甚麼不同 待會國遣公嫁之後馬上有分料 師傅, 有甚麼要我幫忙 當然要, 我們先開大火 你現在這個就是二十四橋明月夜的材料 對, 這個菜很招職, 將豆腐再做 攪拌在攪拌機上, 火腿汁 放些蛋白, 放少許奶 要調味了 這是鹽嗎? 這是鹽 再加點糖, 加點鹽 加點鹽 我們打爛它 方師傅, 今天會預備三道菜吧 這個是… 這是奔田雞 田雞醃製好在鍋上放石子 首先將龍井茶, 用熱水浸開 真的直接用燒了的水嗎 對… 這個是火腿 這是火腿 對, 這個是火腿 攪拌完了嗎? 我們把它放在這裡 蒸它十分八分鐘 現在把冰料拌勻 為甚麼會加飯這麼有趣 飯的味道比較香 要分多久呢? 二十分鐘左右 把這些食材除了火腿 全部放進去, 滾滾 拿起來的, 炸起來 煮這些是用來… 這是出水的 用來做菜的 這是肉滴垂垂加聽諾梅 我們先放在這裡 師傅, 你還有第二道菜 這是肉滴垂加聽諾梅 是… 我把茄子滑成一個洞 把肉餡放進去 滷肉、豬肉、魚肉和牛肉 是 放一點油 來吧, 滾一下 是 放點火裡的汁 最重要是讓它入味而已, 對吧 這次你就要做事了 是 我要做些甚麼? 把它串掉 用竹笙香的筍 還有一個冬菇, 一個火腿 放進去 還有蟹粉, 對嗎? 是 淋上蜆就完成了吧? 是 這個好像比較好, 這個比較好 這個比較好 還要淋上蜆 我們要放進去蒸蜆 蘆筍只是用來拌邊, 沸來滾滾 這個就可以了, 因為全部都熟了 我們用剛才的火腿汁 把它倒進去 這個豆腐, 通常要切一切 否則就過腦了 你看, 開始結了, 形結了 這樣就可以了 有否說要蒸幾分鐘? 要10分、8分鐘, 至少也要 對, 烤它了, 還不可以 現在把田雞腿串在下面 還有掃一層油上去 分完後, 下面的分料是不會吃的吧? 不會的, 那些是吃不到的 是 十四橋不寧願的 好, 我先把醬汁推掉 把醬汁加上去, 加點糖 加點火腿肉, 加點火腿肉 加點火腿肉 好, 沸一點火腿少了 好了 好, 加點火腿肉 我要把醬汁加上去 好, 還有一些調味料 先把醬汁加上去 這個醬汁加上去 醬汁加上去 我這裡就做碎寒三幽了 我們之前買過青苓嗎? 對, 鹽雞可以用粉捏一捏 為什麼要捏一捏? 讓它滑一點, 對吧 零角腎不用煮好久才會煮嗎? 很快就可以了, 很快就可以了 我們把火腿下去, 滾一滾, 讓它變熱 海綠胸, 你又會怎樣煮? 把多寶魚完全變成蛋漿 多寶魚的肉質比較鮮 炸得差不多了 是金黃色的嗎? 對, 金黃色, 放在碟上 整條就可以立刻上碟了? 是, 碎海三幽 黃蓉魚裡面的三個材料 金黃先生沒有說什麼 都是自己想辦法 看看用哪三種原料用來做 我這次想到這個配搭 真的不錯, 凌國火腿 像它們很大隻牛蛙 這裡全部都是牛蛙, 很好肉 它全都用了腿 還有新的爪子, 全部都不愛 這個煮一會就可以了, 好嗎? 對… 對… 把鴨肉加進去 我倆一起炸, 是 拉油 把多寶魚肉的餅好 是 對 把溫油放進去 很快 放在熟 倒入蔥和薑, 倒入那些… 剛才的… 對, 剛才的鹿肉 放棉藕、芯片 放生粉, 稍微打蜆 把牛蛙把牛蛙放進去 放的時候要小心, 因為田雞會爆 你看, 像球一樣 這個要拉熟一點 因為田雞不熟就不太好 很爆 這是黃酒, 笑容酒 三種碎韓山藕, 放下去, 炒一炒 放少許火腿汁 放少許蠔油和糖 先炆一炆 我們把芡打下去 很棒, 很好吃 這是黃蓉燕, 大功告成 隨著衰寒三友的完成 憑著兩位師傅的精湛廚藝 已經成功將蛇雕英雄煮中的 黃蓉所煮的拿手菜式 全新演繹出來 我們來開始吃這個黃蓉燕 先乾杯 好, 乾杯 火師傅, 來 兩位師傅都成功採用粵菜的技巧 再加上江南的食材 為這些名菜注入豐富的新內容 在兩位廚壇提示的歡呼奔背聲中 我們浙江之旅也圓滿結束了 接著, 高師傅會率領我們一眾攝製人員 飛底湖北省 登上當地的武林明山, 武當山 在那裡 我們除了會見證當地的武俠浪漫風貌之外 高師傅還會跟當地的廚壇大師 比試素菜的烹調絕藝 我們在武當山約定你 會不會有一點 會不會有一點 都在身邊 我們會在武當山約定了 我們在武當山約定山約定 在武當山約定總統 就好, 做出台竹圍